政府前犯人古拉斯去年遭指控 和已婚随户大搞不輪戀 私下通訊對話太閒時 讓各界沉默結舌 原配提告求償100萬 如今花蓮地院裁定結果出爐 認為古拉斯和已婚随户對話曖昧 已經超出工作關係 再加上選後者密集通訊 明顯侵害原配的配偶關係 因賠償75萬元 而原配也透過律師 感謝司法還給他公道 但沒想到被法院證證的小三 古拉斯竟然還要再提上訴 他當時在壓力非常大的狀況之下 後來臨時取消 所以當時我就說 古拉斯不要給原配這麼大的壓力 你自己當小三 竟然還給原配這麼大的壓力 這個判決我覺得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他要再上訴 這個事情就一直在他身上 自取其路而已 原配曾向協助立委透露 舒適向小英總統陳情 但都沒有下滾 而在一檔痛批 蔡英文不但對外遇受害者事而不見 令用人更是大有問題 古拉斯他不只是蔡英文總統的愛將 他也是賴清德副總統的愛將 所以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這個原配事實上是有求助於民進黨 包含蔡英文跟賴清德 他都有反應 可是民進黨卻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面對不倫戀爭議 古拉斯態度始終強硬 還揚引要提高幫忙伸張正義的立委 立委質疑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放任積極愛將為所欲歸 是否有包庇古拉斯的嫌疑 而如今法院認證是侵害配偶權的小三 就不知兩位先後任總統 要如何向受害的原配交代 記得楊潮學過好 SN小組台北報導